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的V3C诺宁增强 中年一来新脱颖特效 平老老暂定5.4禁词 元神C诺宁V3技能微调 不愧是985年毕业生 数值调动精准 在元神5.2版本的卡池中 根据论坛上的信息 恰斯卡和欧洛伦是本次的新角色 以五星限定女封C的身份 恰斯卡的登场自然引起了玩家们的猜测 它可以转换成除草和岩系之外的元素 这一特性让人们相信 它的实力不会辜负期待 我们只能期待 它在后续测试符中的表现了 此外,欧洛伦作为新类型的弓箭少年 也让人值得期待 赛索斯的实力表现也相当不错 新的同类型角色必将带来不同的体验 接下来是火神马威卡 和新的五星兵辅助倩特拉利 这两位角色可以说是许多玩家都渴望抽取的对象 马威卡绝对是一个必抽的角色 其他角色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而希特拉利则被称为深鹤上位角色 因此大家自然对他的强度寄予厚望 看起来在5.2版本中 深鹤的出现概率似乎又有了一定增加 希望这次的卡池能给玩家带来更多惊喜 另外有消息指出在5.4版本中可能会加入平保了 但并不能确定 因为去年曾有消息称他将在4.4海灯节中登场 结果却并未出现 现在再次期待他的加入 若为一个成熟女性角色 他可能使用长柄武器 但元素类型尚未确定 此外 少女哥伦比亚进入卡池的时间也引起了玩家们的猜测 最终结果可能会在5.6版本中揭晓 可能会根据之前仆人卡池的排期来推测 希望能够真的看到这些角色加入卡池 可能需要在5.1或者5.3的剧情中寻找线索了 不过 队长角色加入卡池的可能性 可能要等到冬季才能期待了 元神 希诺宁 V3技能微调 不得不说策划刀法可真精准 对比之前的V1V2版本 V3版本的希诺宁技能有三处调整 而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本次的调整 那就是 策划刀法精准刀刀必中就轻 调整点1 被动天赋 四进四项回升 简而言之 队伍中的火 水 雷 兵角色不少于两位时 希诺宁打辅助位 普攻和下落攻击命座 回复35.1的魂值 队伍中的火 水 雷 兵不超过一位时 希诺宁打主C位普攻 与下落攻击伤害提升30% V3版本技能效果不变 但删除了一些技能描述中的废话 调整点2 被动天赋 从三履焰磁形 触发夜魂传递时 恢复的燃数值 从10点上调至15点 删除了死队伍中 自己的角色移动速度提高15% 持续10秒的技能效果 删除加一速效果 主要影响纳塔的地图探索 对角色技能机制 副本类高压战斗并没有影响 也可以认为 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调整 调整点3 第二命座 1. 新增 希诺宁的炎元素原音采样 会始终保持激活状态 而效果 也就是说 希诺宁可以一直降低敌人36% 炎抗 看似增强 使者没太大作用 因为希诺宁 主要依靠战技 夜魂加持状态打输出 而夜魂加持状态下 炎元素原音采样 会一直保持激活状态 此处调整没有太大意义 2. 原音采样激活时 队伍中炎元素角色 暴击率提升30% 改为造成的伤害提升40% 30%爆击率 换40%伤害加成 上限肯定有所降低 主要影响有两方面 1. 希诺宁打住C10 2. 希诺宁辅助其他炎C10 比如希诺宁 加拿维亚 加班尼特 加弗宁娜 综合分析 除了第二命座 对炎队有一定影响外 另外两处调整 基本都是避重就轻 不涉及核心机制 简单来说 希诺宁的技能完成度很高 也已经达到了正式上限的标准 技能根本不需要调整 但是测试符又不得不改 最后 策划只能在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扣字眼儿 加拿维亚 下次再黃 Something 大船 订阅 昨天 准备 大船 突 可以